欢迎关注来关系美股挥打股价重挫 索性是没有带动科技股另一轮的卖压 台股今天在台积电台大电台光电等 平盖股领军之下指数最高是上涨百点 来到两万两千三百四十二点 不过因为MSCI调整结果在毁盘生效 投资人追价的意愿不高涨势收敛 中场上涨66点说在两万两千两百六十八点 月线收红成交金额放大至约四千零八亿元 台股八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在电子族群领军上攻下 指数一度上涨过百点 最高创上两万两千三百四十二点 而MSCI调整结果将在三十号尾盘生效 虽然有助于成交量放大 但市场观望且追价意愿并不高 全职股鸿海联发科纷纷转弱 只剩台积电力手平盘之上 也让大盘涨幅跟着收敛 经过八月初那一波的大幅度修正 大家对于追价比较偏谨慎 所以你看最近的量相对比较小 另外说盘面上缺乏一个主流类股在带动 我个人还是觉得基本上 NVIDIA还是主导整个行情很重要的部分 它的财报虽然没有大家预期的这么好 但基本上是交出一个很亮丽的财报 所以接下来台湾相关的AI概念股 你可以看到营收获利应该基本上都是正向的 关注AI概念股表现之外 苹果九月即将发表新机 出货旺季的到来也拉台相关股票走势 PCB族群台光电滑通股价持续走强 还有光电股涨势零力 震达零聚同步飙上涨停 接下来美国公布七月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联准会降息看起来大势底定 台股有机会继续迎接中长期多头行情 其实市场上资金会有一些流动 流动状况是可能大家过往都在观望 从上礼拜观望包额 然后这礼拜要观望挥打 但是挥打这个不确定因素 确定了之后 其实反而资金就知道去哪了 当然昨天一开始 然后大家就先去那个可能评概相关的 但今天可以看到 包含一些消费性电子 我觉得表现得不错 Q4到明年Q1甚至Q2的行情 我觉得都是有机会 除了持续观察筹码变动 尤其外资动向 还有新台币会市 分析师也提醒在营运数据 为明确升温时 仍要留意追高风险 记者黄友柔林抽墙 台北采访报道